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样女生去洗手间会方便一点 范诚诚也挺好的不挑剔 还没看房间就同意了 第一天晚上大家都回房了 楼下有人敲门 是欧阳娜娜的大提琴送到了 陈伟霆去开的门 又帮把欧阳娜娜把大提琴搬上来 不只是照顾女生 范诚诚 因为是新手司机 对倒车不太熟练 陈伟霆又出来 协助她倒车 说我看你这么久没进屋肯定是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很贴心 节目里提到了陈伟霆的一首歌 女皇 刘雨昕问这首歌的舞 为什么是这么跳的 陈伟霆说 当时看到一个舞团出来 反性别歧视 她觉得她也想在歌曲和舞蹈里 表达男女平等的感觉 女皇是2012年的歌 当时社会上圣女的说法比较流行 陈伟霆说女皇就是要称赞这些女生 所谓圣女 其实只是对生活有要求 It and 39 It's not a shame 不要因此 向别人低头 陈伟霆这方面的言论 一直都挺好的 2014年的一个采访 问回到过去 会推出的一项策略是 男女平等 她并不是 把尊重女性当口号 从她和女性朋友 相处的很多细节 都能看出来 她真的很好 记得有个节目是男主持 吹自己很厉害 生了几个孩子 陈伟霆下意识 就说是你老婆厉害 肯定女性在生育里的贡献 和付出的辛劳 感觉本人性格 就是尊重女性的 大家对讲机 不想的时候 陈伟霆又来帮忙调平 对她来说 就是很顺手的小事 陈伟霆和狗狗的相处 也很可爱 看到屋子里的 科基超开心 给她取名巴士 四川方言很好很棒的意思 和巴士说以后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范诚诚进来的时候 跟范诚诚介绍 家里有一个 新来的小朋友 叫巴士 你人话口气好温柔 最戳人的是给模特拍照 整理衣服这里 欧阳娜娜帮模特 整理造型的时候 不太搞得定 求助陈伟霆 陈伟霆帮忙之前 先是对模特说了句不好意思 这句的语气也很舒服 塞衣服的时候 也很注意不处碰到对方 非常照顾模特的感受 特别喜欢这种下意识的细节 她跟欧阳娜娜太有兄妹感了 特别是欧阳娜娜乱学她口音 笑她普通话的时候 她想伸手打 但是最后 温柔地摸摸娜娜头 超有爱 有人形容陈伟霆就是那种 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 但其实特别会照顾人 特别尊重人的那种人 可以感觉到 她的家庭气氛应该很好 所以性格就是 很开心快乐 会照顾人的 感觉她真的是一个 很有主见的人 但是又不以自我为中心 处处都很照顾人 遇到分歧的时候 说服别人也很在理 有领导能力 有专业知识储备 但又不过分强势 让人非常舒服 真的方方面面 都特别妥贴 简直人格魅力 爆棚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